记者陈金瑜新北报道 无党籍新北市议员蔡景贤涉预备行贿罪 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 单位服刑及逃亡中国 致行刑权消灭后反国参选 监察委员陈时梦 蔡崇毅3月8日宣布将调查中选会 审定蔡景贤两次参选市议员资格有无为师 蔡景贤今天回应指出 这个案子法院已经判决过 我也不是去偷选的 这中选会司法若有问题 也不是找他开刀 争取国民党新北市长党内提名的新北市前副市长侯友宜 今天到淡水拜会蔡景贤 媒体也询问蔡景贤参选资格问题 此案审查的结论是预备会选罪 并不是永不得参选的会选罪 钱放在家里 没有买票 没有对价关系 法院判他当选无效后 他向高院申诉后 判决结果当选有效 因为我就不是会选 蔡景贤表示 当初要选的时候 有请市中选会 市中选会开过通过并通知他参选 且他是高票当选 说他选上不能做 根本没有道理 根本没有道理